Lan球文化系列 Hey!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to my Lou 歡迎來聽籃球故事我們的籃球文化系列 那今天一開始要先介紹一下 就是Stanford老闆最近給我試用的一個東西 這個 那它是一個Ultra Bag 叫做Bag Support 一個腰靠墊 不能很煩著唸 它後面有一個鬆緊袋 可以綁住有附一個小枕頭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幫助還蠻大的 因為第一個我有僵持性脊椎炎 所以我都很怕我的脊椎變形 通常做的時候呢 我都故意做得很挺 因為我不知道後面它到底平不平 但是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往後靠 而且這樣做是蠻舒服的啦 然後也不會擔心我的脊椎變形 其實這個腰靠墊很堅固 它不太會變形 而且它有不同的那個套子 可以套上去有不同的顏色 那其實那個墊子上面 可以加幾個按摩的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可以舒緩你的背 那如果想要了解有興趣 或者是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去下面的連結看一下 這樣子OK 那今天這一集真的是太有趣了 因為終於要介紹這個 它的綽號名字 跟這個頻道一樣 有夠難念的人物之外 我最後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頻道會取這個名字 那這個球員的身份也是很特別 我一直在想說 要把它放在Bebo for life 或者是這個Ball Culture文化裡面 那因為它最早成名的時候 它還沒有進NBA 它是在街頭籃球成名的 所以我決定把它放在籃球文化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 這一個幾乎是唯一 一個進過NBA的街頭籃球員 Rocker Park 洛克公園的街頭籃球傳奇 Raffer Alston AKA Skip Tumalu 全名Raffer Jamal Alston 綽號甚至比他的本名還響亮 叫做Skip Tumalu 身高62吋188公分 體重190磅86公斤 1976年7月24號 出生於Jamaica Queens New York 紐約皇后區的Jamaica社區 在三個學校Ventra社區大學 Fresno City College NCAA一級的Presno State 各打了一年之後 加入NBA選秀 N1 Mixtape的第一集 就是Raffer Alston 在Fresno State時期 被錄下來 在1998年出版的 大學畢業打了一年G-League的 Idaho Stampede 愛達河奔騰隊 1998年NBA選秀 第二輪第十順位加入公路隊 在11年的NBA生涯當中 到過暴龍、熱火、火箭、魔術 還有籃網隊 之後有到過CBA的浙江廣下猛師隊 後來回到美國 短暫的打了胡人的G-League球隊之後 就慢慢的淡出了職業賽場 在NBA之前呢 我們先用Skip教他 打NBA之後我們就用本名Raffer 在紐約皇后區的South Jamaica長大 小時候住在被比喻成火柴盒的小公寓裡 有一個大一歲的哥哥Ramar 和一個雙胞胎妹妹Rassine 爸爸Richard沈浸於毒品 而媽媽Geraldine則是為了生技 常常不在家 所以Skip從小就學習要自己生活 Skip還覺得這種生活很平常 因為其實身旁的朋友好像都差不多 從小 籃球或者是在街頭討生活 就必須要二選一 唯一上學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打學校的球隊 如果沒辦法的話 只好在街頭想辦法賺錢 有太多太多的誘惑 太多的事情 必須要有勇氣拒絕 Skip大約5歲的時候接觸到籃球 籃球就像是他的救贖 籃球場就是他的天堂 每天早上8點起床 吃了一碗Cereal之後 就敲門把周圍的鄰居都叫醒 好像是一種傳統一樣 因為在那一區的小孩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彼此都互相認識 互相照顧 從早上9點到下午2點都在籃球場 之後呢就回家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通常爸媽都不會在 所以如果沒有東西吃的話 哭哭和氣噗噗不會是一個選項 Skip就是以想辦法到附近的學校 看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 接下來3點到8點左右呢 繼續回到球場 對那個時候的Skip來說 球場是個最安全的地方 在那時的紐約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幫派的人 不會找要打籃球的小孩麻煩 甚至會保護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幫派老大自己也是球迷啊 還會鼓勵他們好好練球 希望他們之後變成籃球明星 這就是籃球在他們心中的重要性 而且如果籃球打得好的話 球員的地位跟一些幫派投投 其實有點平起平坐的味道 然後蛇歌手Biggie 在Things Don't Change的歌詞裡面有寫到 Either something cracked rock or you got a wicked jump shot 要嘛你就販毒 要嘛你的投籃非常準 只有這兩條路 你才有可能跳脫這種生活 Skip一直覺得只有籃球 才可以真正拯救他逃離這個環境 當時在一些東岸的城市 Detroit New York Philadelphia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 直到了9歲 Skip碰到一個貴人 一個教會的青年教練 Mike Bell 發現了Skip的天賦 把他登錄到了自己的球隊 結果第一場比賽結束 球隊總得分39分 Skip就拿了38分 原本偶爾接觸在教練家幾天 後來就變成用週來計算的 所以Skip還天真的問Mike 欸你可以當我爸爸嗎 為了讓Skip能夠不跟著其他小孩 在街頭上混 Mike會把他自己錄的 Isaiah Thomas錄影帶送給Skip 當別的小孩都在玩任天堂的時候 Skip就會在電視機前面 看他的虛擬好友Isaiah Thomas 他做什麼 Skip就想辦法把那個動作做得更好 Skip和爸爸唯一好的回憶就是 小時候會一起看籃球 尤其是NCAA Big East 大東區聯盟 他們看了每一場 喬治成大學的比賽 並且Skip非常想要在John Thompson教練底下打球 也非常嚮往以後能夠打NBA 13歲的時候 Skip開始在Rocket Park跟大人比賽 一開始Skip的綽號其實是 The Energizer 盡量電池 因為當他上場的時候 我就看他滿場飛 好像體力永遠都用不完一樣 直到有一次街頭的比賽 Skip再一次的快攻呢 把球往前丟之後 邊跑邊跳 之後再來一個妙傳給隊友灌籃 We got a new nickname 我們有一個新綽號誕生了 Skip Tamalu Skip Tamalu其實是 美國一個家喻戶曉的兒歌 所以這個朗朗上口的綽號呢 就用到了現在 媽媽後來搬到了布魯克林區的 Bet First Diversant 簡稱Bet Star 爸爸的毒癮變得嚴重 還會偷Skip的Jordan新秀卡 去賣錢換毒品 Skip很生氣 媽媽沒有把爸爸趕出去 所以就用自暴自棄當作報復 翹克並且學會了骰子的賭博遊戲 C樓 晚上都在紐約街頭溜搭 有的時候一個晚上可以贏到1500美金 Skip說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蠻擅長那個遊戲的 也不是什麼傷害人士啊 我覺得就是一種嗜好而已 這個時期 大哥Romar因為攜帶武器而被抓 種種家裡的事情 讓Skip的憤怒只能在籃球場上發洩 不過憤怒是把雙面刃 好的是他可以很有侵略性 不過同時也會侵略到自己的隊友啊 你知道的 跟隊友、教練、裁判、大吼大叫 是不會幫助球隊贏球的 有傳聞說Skip每次都很大牌 中場休息才出現 其實是因為他都在玩甩子賺錢 每次要走的時候都抽不開身 結果朋友都自己先跑去看比賽 他後來才搭計程車趕到 他也覺得很奇怪 你們這些朋友不是要去球場看我比賽嗎 你們在看我玩甩子的時候怎麼沒叫我 不過後來想想還真的有這種人 其實自己也碰過不少 還蠻莫名其妙的 Skip根本就不想遲到好嗎 Skip在高二突然長高了10公分 來到了61吋 平均得分來到25分 不過因為課業的荒廢 高三高四只打了9場比賽 留下了平均出賽17分鐘 但卻有33分的成績 因為有著校內成績擋著 這一切好像都卡關了 記得嗎 除了打球 Skip的另外一條路 是一條不歸路 直到AAU的教練 Gary Charles 來了一通電話 介紹他到一所加州的學校 Ventra社區大學 Skip知道了這個機會之後 隔天中午 他就坐在飛往加州的飛機上 Skip先想 如果在遠方喔 那我就不會有這些阿里布達的朋友 每天煩我 我就可以專心的在我的籃球和科業上 神奇的是到了加州的Skip 身上的骰子 竟然換成畫重點的螢光筆 Skip很像開竅了一樣 從來沒有敲過課 同時高中教練Marquise Kelly 幫Skip錄下了比賽的影片 寄給了Underwine 讓他以戲之間 變成家喻戶曉的籃球明星 他在Fresno State 攻讀心理學 最後在期末考上 考了77分 通過了考試 現在 再也沒有任何的事情 能夠擋住Skip 追逐他的籃球夢 紐約是一個孕育 控球後衛的城市 Kenny Smith Kenny Anderson Ross Strickland Mark Jackson Stefan Marbury 都是來自於這裡 Skip to Marbury 無形中 背負了這個城市的期待 那我們把時間 往前快轉一點 來到了1998年 1998年 NBA選秀 第39順位 加入了有 三巨頭 Ray Allen Glenn Robinson 還有Sam Cassell的公路隊 大家對Rayford的第一印象 都是街頭籃球 所以前兩年 上場的時間都沒有很多 直到第三年先發空位 Cassell的受傷 主將Ray Allen 當下還跟媒體說 我們可能要打一陣子 沒有控球後衛的比賽 這被Rayford聽到 很不是滋味 代替先發的Rayford 第一場對上的是 迷人堂後衛 John Stockton 角出了14分10 助攻的成績 賽後得到了Ray Allen的認可之後 大家對他的觀感 才有了一些改變 但是誰都不怕的態度 和教練們都很難相處 所以第五年來到了南邊 當時對上 Lamar Oden 和新秀Dwyne Wade Miami熱禍 在這裡碰到他的NBA的貴人 Stan Van Gundy 因為教練的同理以及信任Rayford 在Miami有了大幅的進步 後來因為Rayford 在熱火時期所建立的好習慣 讓他在NBA打了11年的時間 聽說Stan是因為弟弟 Jeff Van Gundy 也享受了一些領導這種 傑傲不遜球員的經驗 舉例像之前尼克的索侯手 Latrell Sprewell 所以跟Rayford 才可以合作舞劍 後來Rayford 到了教練 剛好是Jeff Van Gundy的火箭隊 和姚麥連線寫下了22連勝的紀錄之後 回到佛羅里達的魔術隊 和恩斯Stan Van Gundy重拒 加上巔峰時捷的Dwyne Howard 還有長城火炮 Hito Turkoglu Rashad Lewis 和JJ Reddick 一口氣殺進了總冠軍戰 只可惜最後以1-4輸給了胡人隊 後來到了籃網隊之後 和球隊的隊友不合 家裡也有事情發生 所以數據馬上走下坡之外 吵吵的去中國和發展聯盟 打了一下球之後 就彈出了聯盟 從N1發跡 到打了11年的NBA 總共671場比賽 Rayford Austin 平均1.8次的失誤 這個數字跟紐約的控球後衛 前輩們比起來怎麼樣 雖然數據不能代表一切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 我把平均上場時間 除以平均的失誤 就是平均多久的時間 會有一次失誤 時間越長 代表這個控球後衛越穩定 怎麼回事 Rayford Austin 是似乎最少的那一個 這個跟Jason Williams 那一集 我有提到的蠻像的 把那一集的控球後衛 都加進來的話 Rayford Austin 也是最少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感覺評論 哎呀 Rayford這種街頭打法 沒有用啦 去NBA一定會被電 但是Rayford Austin 他不是一般的街頭籃球選手 從小到大就看了很多 大學籃球和NBA的他 非常清楚 空球後衛是整個球隊的靈魂 要怎麼樣才可以 穩健的執行戰術 什麼時候是最適當的時間出手 街頭籃球只是多了娛樂這個元素 這個在紐約叫做EBC Entertainment Basketball Classic 是要秀給觀眾看的 同時能夠表演並且贏球 才是最終目的 Rayford說 我所有的教練都知道 街頭籃球 只是我一個附加的功能 那並不是真正的我 其實Rayford Austin 影響了一整個籃球的世代 現在賽爾提克後衛 Jeff Tick回憶到 從N1 Mixtape 時期 他就是我的英雄 我總是想要模仿他們的一切 從街頭到NBA 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議 現在的Rayford Austin 擔任了球探的工作 現在的他已經不會只觀察他們的體能或速度 或是外在的表現 而是更著重於他們處理球的知覺 和場上場下的自律 很像是潛入球員的內心世界一樣 他覺得那個比當教練還好玩 現在走在路上 人們還是會跟他打招呼 Ayo Skip 不管是人們記得街頭的Skip乘玩路 或者是NBA那個穩健的控球後衛 也Rayford Austin 籃球的歷史上 永遠會有一個屬於他的傳奇故事 就好像幾年前 在哈林區155屆體育館裡面的觀眾說的 你比Jordan還要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Jordan必須要升空才可以成把 而Rayford Austin 他在地上就可以統治整個球場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頻道叫做Skip乘玩路呢? 真的是因為我最喜歡Rayford Austin嗎? 其實好像還好 因為我的名字叫做Louis 然後那個時候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當時還會運球的我 那個時候在場上就是我剛好有過了一個人 然後那個我的美國朋友他就說 Oh Skip to my room 這樣 所以他就幫我取了一個綽號 就這樣子而已 如果覺得很難念的話 那就希望你們多看了這個頻道之後 你們的英文會進步 那我最喜歡的球員是Anne Iverson 我覺得Rayford Austin的成長故事 跟Vicky寫的歌詞 很多都好像 我都有那個畫面 所以了解他的故事的同事呢 也了解很多的文化 很多他的背景 進而增加了很多的同理性 就像Rayford有說過 他說打籃球其實不難啊 最難的是你要在場上可以跟隊友溝通 並且適應每一個不同的人 那年輕的時候Rayford其實很常生隊友的氣 因為他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動作呢 我只要一下子就會了 啊你都學不會 為什麼這個事情我做得到 啊你做不到 你怎麼那麼蠢啊 直到長大之後才發現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 所以必須要學習如何去同理對方 才可以一起溝通 一起合作 並且最終完成目標 就像他的貴人Stanford Gandle一樣 先同理他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 並且大家都有信任了之後 才可以一起往前 所以他最後才可以領導Rayford 這種非常有能力 並且有自信的球員 好啦 那今天聽完了Skip to my Lou 你對他有不同的看法嗎 你們比較喜歡他街頭的他 還是NBA的他 那你們還有喜歡哪幾個街頭籃球員呢 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說實在街頭系列的資料 還真的蠻不好找的 因為我覺得NBA曝光比較多 資料比較多 那你們還有想聽誰嗎 我來做功課看看啦 看看街賽好了 我們還可以認識哪幾個街頭籃球的人物 我們的頻道訂閱快破萬了 你的留言分享按讚和訂閱 都是給我這個頻道很大的鼓勵 真的很謝謝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福 感謝大家 Alright That's it from me today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We direct wise